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 日前 英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贫油穿甲弹 引起俄罗斯方面强烈反抗 俄总统普京宣布将在白俄罗斯领土部署战术和武器 并立即启动相关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 波兰和斯洛伐克相继宣布将对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机 北欧四国决定共同组建一支联合空军 而乌克兰方面仍在酝酿所谓春季大反攻 那么 俄罗斯决定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和武器 会不会导致俄乌战局失控 乌克兰是否有能力发动反攻 今天 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 防兵陈浩阳 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 据法新社报道 当地时间3月27号晚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英国原乌的第一批挑战者二主战坦克 已经运抵乌克兰 乌国防部发言人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英国国防部同日宣布 乌克兰坦克车组人员在英完成培训 也已返回乌克兰 近来 英国原乌的挑战者二主战坦克 备受关注 原因在于 英国国防部此前在3月20号表示 这些坦克的配套弹药中将包含 平油穿甲弹 并称 这种弹药在攻击主战坦克和装甲车方面 非常有效 据悉 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的 平油穿甲弹为L27A1 韦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是挑战者二坦克使用的主要反坦克弹药 这种穿甲弹的弹心 来自油浓缩过程中的副产品 平油 其密度约为钢的2.5倍 并且具有自锐性 在命中目标后 平油弹心的部分材料 会在碰撞产生的高温高压中剥落 减小弹心结面积 从而提升穿甲能力 由于平油的这一特性 美英等国大量生产 并装备了多款平油穿甲弹 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当中 美英军队均大量使用过平油弹 但平油弹在令柱目标后 会产生大量的平油氧化物粉末 这些带有放射性的粉末 被人体吸入后 会对人体产生持续的危害 也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污染 在英国宣布对乌克兰提供平油穿甲弹后 俄罗斯方面反应强烈 俄总统普京表示 若西方集团开始使用 带有俄成分的武器 俄罗斯将被迫做出反应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也回应称 英国的这个决定 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国家 爆发存在和冲突又进了一步 不过英国方面 对俄方的激烈反应不以为然 当地时间3月27号 英国国防部在视频网站上 大喇喇发布了一个 26分钟多的纪录片 讲述英军如何培训乌军人员 操作挑战者二坦克 在介绍该坦克配套弹药时 画面中就有平油弹的身影 英国宣布将提供平油弹给乌克兰 俄方称此举意味着西方开始对乌 提供带有核成分的武器 那么平油弹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武器 俄方的反应为什么这么激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平油这种东西它是具有辐射性的 而把它运用于这个穿甲弹的这个弹心 那么一旦打出去 别管是打到对方的坦克上 打到对方的装甲目标上 还是打到建筑物上 那么只要硬碰硬的一爆炸 它肯定会在高温高热的情况下 产生碎裂甚至气化物化 那么这种含有这个平油氧化物的 辐射性的这种粉末这种气体 它会四处的随风飘扬 飘到哪里那就看情绪了 看高兴了 那么如果第一时间被人吸入体中 别管是交战双方的军 甚至有可能就是打这个炮的坦克的成员 他吸进去那也很正常啊 那么另外即便第一时间没有被人吸入体内 那么他会飘啊 飘完最终他会沉降啊 他不沉降下场雨夜会沉降下来啊 那么一旦沉降下来 这个东西放在这儿 半学期到来之前 它一直具有辐射性 那么对当地的居民的这个健康影响会长期的存在 这个长期恐怕不是一年两年 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啊 那是以这个核材料的半学期为标准去衡量的 而且我们要强调一点 如果这种交战发生在居民地 甚至是像 你比如说像巴赫木特正在交战的这种大中型的城镇 如果在这儿 说实话用这瓶油弹打上那么一泡两泡的话 这个东西一旦在当地造成这种放射性污染 这样一个扩散 这样一个存在 那这个地方长期以后恐怕大量的人口外流 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 正因为如此 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对此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 英国宣布 对无提供贫油弹 在一定程度上 打破了西方与俄罗斯在核问题上的默契 也导致了更为严重的连锁反应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总统普京当地时间3月25号 在接受俄罗斯24频道专访时宣布 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要求 俄罗斯同意在白俄罗斯领土上部署战术核武器 俄方将从4月3号开始 聚恋相关人员 7月1号前 会在白俄罗斯完成战术核武器 存储设施的建设 普京说 俄罗斯已经帮助白俄罗斯 重新装备了10架 能携带战术核武器的战机 俄方已经将一定数量的 可以携带战术核弹头的 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 转移至白俄罗斯 但他没有透露 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具体时间 普京强调 上述决定并不意味着 俄罗斯将核武器移交给白俄罗斯 只是将自己的武器部署到那里 他说 美国几十年来 一直在盟友领土上 部署战术核武器 俄罗斯是在做 与美国一样的事情 公开资料显示 普京的言论是事实 冷战期间 美国与北约盟友达成和共享协议 在多个北约成员国 部署了战术核弹 据美国研究机构 军备控制与不破散中心报道 在冷战最高峰的1971年 美国在欧洲部署了7300件战术核武器 但冷战结束后 数量急剧缩 截止2021年 估计美国在五个北约成员国的 六座空军基地 仍部署着约100枚核炸弹 分别是米利时克莱因布罗格尔空军基地 德国布切尔空军基地 意大利阿维亚诺空军基地 和吉蒂托雷基地 荷兰乌尔克空军基地 以及土耳其的英吉尔利克空军基地 这些核炸弹的型号为B613或B614重力炸弹 但据美国政治新闻网2022年10月爆料 一份外交文件显示 美国官员告诉北约盟友 最新的B612战术核弹 将在当年的12月抵达欧洲进行部署 按照设计 该型核弹能够由美国和其他 北约成员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携弹 至于俄罗斯拥有多少战术核武器 外界无穷得知 美国国防情报局2022年的评估认为 俄罗斯可能拥有1000至2000枚战术核弹头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评估认为 当前俄罗斯战术核弹头不超过1900枚 俄罗斯宣布将向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那么战术核武器和战略核武器究竟有什么不同 战术核武器是不是也能起到战略威慑作用呢 陈老师 战术核武器也就几百公里 最多也就上千公里的射程 而战略核武器动不动就是上万公里的射程 此外威力则是差非常之大 战术核武器一般爆炸当量在TNT1000吨到1万吨左右 而战略核武器现在都是几十万吨几百万吨 甚至上千万吨 因此差异还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俄罗斯这回要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的这个战术核武器 它能达到的作用就不一样了 由于此前中导条约 俄方已经失去了在欧洲地区部署和配备中程导弹 因此俄军如果要和美国北约在欧洲地区进行核对抗的话 比如说像伊斯坎德尔这样的战术弹道导弹 射程又不够远 无法达到北约的纵身 那么这回俄方将这个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 部署到白俄罗斯境内 可以非常大的提高俄方战术核武器的使用范围和打击半径 这个对于美国和北约在欧洲地区的作战目标 军事目标以及纵身的政治经济等其他的目标 都会构成非常大的威慑 俄罗斯为什么要选择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放在俄乌边境的俄方这一侧不行吗 另外有西方媒体认为 俄罗斯此举的实战意义不大 方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你要注意乌克兰可是手里没有核武器的 换言之他真正想威慑的是谁 是乌克兰背后的北约啊 而且每当乌克兰战场的局势稍微发生变化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北约包括最近 经常在这个像波兰啊 这个波罗的海三国那算是前线国家吧 对待俄罗斯加门口的前线国家 经常在这儿搞演习也好 或者搞兵力部署也好 甚至有一些地面部队 包括在波兰的一些集结 那你告诉我他的目的何在 你可以理解为威慑啊 我钳制你力量 但是换个角度 他哪一天真从演习转入实战 你在白俄罗斯这儿 你觉得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不需要部署相应的地面部队 包括空中力量 在这儿跟他保持对峙吗 你跟他保持对峙 他就是个威慑 他就钳制你力量 你不保持威慑 没准哪天他可能真就拱过来啊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把战术和武器如此高调的啊 应白俄罗斯方面 这个卢卡申克宗旨要求 我就部署在白俄罗斯 这就等于给白俄罗斯啊 在俄白联盟的这个体制内 我上了一道护身符 我可把战术核武器派在这儿了 这可不是战略核武器 它的门槛很低 你只要敢对我动手进攻 那什么话不说 你要考虑战术核武器 我这十几架飞机 会不会把核弹头扔到你头上 我的伊斯坎德会不会把导弹 打到你北约部队的集结地 前提是如果你敢打过来的话 那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啊 我至少把这些核武器放在这儿之后 我就解除了 至少从理论上解除了 你从白俄罗斯这个方向 对我构成地面 甚至空中常规威胁的这种可能性 就在俄罗斯与美西方 在核问题上决定的同时 美西方仍在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并有了实质性进展 除了英国原屋的第一批挑战者二主战坦克 已经运抵乌克兰外 德国消息人士3月27号表示 德国原屋的首批18辆豹二主战坦克 已经全部运抵乌克兰 葡萄牙援助的三辆豹二也已送达 此外 德国提供的4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 和两辆光甲救援车也已抵达乌克兰 此前 波兰援助的14辆豹二坦克 已于3月全部交付 当地时间3月21号 美国国防部宣布 美方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 31辆M1A2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将改为翻新改装的M1A1型坦克 可将交付时间提前至今年秋季 在战机援助方面 波兰总统杜达当地时间3月16号表示 波兰将向乌克兰提供10架米格29战机 在未来几天内将把首批4架移交给乌克兰 据悉 波兰的米格29战机是从原民主德国继承而来的 当地时间3月23号 斯洛伐克国防部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的首批4架米格29战机 已经由乌克兰飞行员驾驶直接飞回乌克兰 接下来几周 斯方将继续提供9架 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詹姆斯·赫克 当地时间3月6号透露 美国向乌克兰空军提供的 首批增程型杰达姆制导套件 已经投入使用 有亲额的顿涅茨克人士称 乌军已在巴赫木特附近将这种炸弹投入实战 并怀疑乌军就是使用米格29战机投弹 据悉 增程型杰达姆 在把普通航空炸弹 改造为精确制导炸弹的基础上 把炸弹滑翔距离 由基本型的24公里 大幅提升到了72公里 日前 美国宣布 把承动原屋的M1A2主战坦克 改为翻新改装的M1A1 理由是可以加快交互进度 魏老师 背后有没有其他原因 美国向乌克兰的主战坦克 从M1A2换成了更为老旧的M1A1 这就说明北约成员国针对乌克兰输送武器装备 很大程度上是在进行这种区库存 北约的真实目的是激化矛盾 进行火上交游 那么要利用乌克兰的军人的生命 去针对俄方的军事力量进行消耗 当乌克兰军人驾驶着老旧的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在冲突区域内执行作战任务 他们能否有更强的这种生存能力 或者说安全系数究竟有多高 那么美国方面 尤其是五角大楼 根本是不关心 也是不关注的 接下来说到战机这块 乌克兰方面最想要美制F-16战机 一时半会儿得不到 但先拿到20多架米格29 这对提升乌克兰的空中力量有多大帮助呢 魏老师 首先呢斯洛伐克提供的米格29很快的就可以形成作战能力 因为乌克兰空军此前就大量装备了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米格29战机 那么针对米格29 乌克兰的飞行员马上就可以进行很快的适应 直接就可以驾驶他们升空作战 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培训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 无论是斯洛伐克提供的还是波兰提供的都没有进行大幅度的技术改造和升级 那么在冲突区域内当他面对俄罗斯空间军的苏30SM 苏35包括苏57引擎战斗机的时候是很难夺取制空权的 那么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大量的米格29战斗机 北约就是想怂恿乌克兰发动这种空中攻势 针对俄方的作战部队构成更大的杀伤而已 至于说这些飞行员驾驶米格29能否安全的顺利返航 这就不是北约主要考虑的问题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些米格29如果说植入了一些北约的这种通信的设备 包括一些联络的工具 它可能就变身成为了北约针对俄乌冲突进行介入的这样的一个傀儡工具 增程型杰达姆制导炸弹被集成到乌军的苏制战机上 对俄方的威胁有多大呢 陈老师 威胁不小 我们讲增程型的杰达姆实际上 它加装了两个套件 一个叫华翔飞行的套件 让它的射程或者是打击半径 由原来的一二十公里 可以一次性的提高到七八十公里 那么一二十公里也就是相当于一个中口径的火炮口径 它的射程范围 而七八十公里可以达到远程射击目标 这个对于乌军的打击半径作战效果会提高非常的大 第二个增加的就是激光制导的套件 这个可以非常大的提高它的打击威力 如果没有这个制导套件的话 那么它也就是一颗普通的铁炸弹 但是有了这个激光 甚至是卫星制导的套件的话 它可以极大的提高命中精度 从而对一些点撞的硬目标构成杀伤 这个对于俄方来说构成的威胁不小 当美国和北约提供这种吉达姆增程型的套件制导炸弹之后的话 如果再结合波兰斯洛伐克给乌方提供的米格29战斗机的话 对俄军的纵身目标就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 因此俄方必然也会有针对性的提高它的野战防空系统 乌克兰持续得到美西方的武器装备援助 那么乌方究竟有没有能力发起此前一直说的春季大反攻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近日关于是否以及能否发动春季大反攻 乌克兰高层传出不同的声音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日内的顾问丹赖斯 3月23号在接受采访时声称 乌军准备在未来几周内对俄罗斯军队发动大规模攻势 这将震惊国际社会 乌克兰陆军司令亚历山大希尔斯基当天也宣称 在长达数月的巴赫木特之战中 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工农兵损失相当大的功力 已喘不过气来 乌军很快会发动大反攻 据悉 俄瓦格纳集团创始人普里格金证实 乌军已在巴赫木特周边集结了8万余人的部队 3月29号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在接受爱沙尼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将西方坎克用于战场的反攻行动 可能在4月或5月开始 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3月25号在接受采访时却承认 乌克兰东部局势极其不力 无法发动反攻 他重申原因是缺乏弹药 并喊话西方国家提供更多武器支持 他补充说 俄军每天发射的弹药大约是乌军的三倍 另一方面 由美国媒体最近唱衰俄军的持续战斗能力 美国驱动力网站战区专栏报道称 社交媒体上出现的画面显示 俄罗斯正在启用一批 封存在远东滨海边疆区 阿尔县尼耶夫的T5455坦克 并可能将其运往乌克兰前线 而在去年夏天 俄军就以批量启用 普遇封存状态的T62坦克 并将其部署于乌克兰 解封数量或多达800辆 战区专栏对此表示 俄军启用封存多年的老式坦克 表明其装甲部队的损失正在不断增大 并且难以得到补充 这将对俄军的持续作战能力 带来无力影响 关于乌克兰方面是否将发起春季大反攻 乌方传出了自相矛盾的信息 那么乌方究竟有没有能力发动反攻呢 取决于哪些因素 方老师 目前看战场上总体上 俄罗斯方面好像还处于攻势 但是这两天攻势渐缓 在不断地调整 稳固已经攻占的一些地方 它可以说是视为一种调整 但你从两个角度 它可能也确实是接近了这一波 至少这一波进攻的极限 那反过来 乌克兰也一直在炒作 我们在准备进行反攻 正如你所说 这个乌克兰的高层 特别是最高层 你包括总统泽连斯基 包括他武装力量 总司令国防部长 这些应该说顶级的这几个巨头 涉及到军队的这几个巨头高官 居然释放出了不一样的信息 有的就说 特别是军方的高官 那就是我们马上就要发动大反攻 而这个总统反倒说 好像我们消耗很大 我们需要补充 特别是紧急的呼吁 北约你要赶紧给我援助 特别是弹药的援助 大家说为什么 它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 我觉得好理解 而真正的真相 可能在这两者之间 毕竟在这个地方 俄乌双方沉重兵 搏杀了这么长时间 一度处于进攻的俄罗斯军队 损失都那么惨重 更何况是 之前一直处于防御的乌克兰军队 防御嘛 毕竟相对被动 特别是其中很多的 我们讲 有网上我看很多条杆 叫北线部队 不再是乌线 北约的北 北线部队 已经这个 北约装备和训练的部队 作为精锐的战略预备队 已经全部被拉上了这个战场 全部的新锐部队 压到前线去的 这种战略预备队的储备 至少在现在 我们在乌克兰方面是看不到的 我觉得他们那个乌克兰高官 宇静忠那种反攻 大反攻 应该是一种决定性的反攻 扭转战场态势的反攻 恐怕没有相当长时间的准备 没有足够数量的 新锐力量的投入 恐怕这个前提 暂时是不具备的 主持人 最近有美国媒体报道称 俄军正大量启用老旧的坦克 这表明俄军的装甲战力 正在不断退化 魏老师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 因为现在俄方也是希望 在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的区域内 发动更多的攻势 强化 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掌控能力 所以对于主战坦克的数量的需求 是越来越多 一方面 他们会投入更多先进的主战坦克 像T-72的改进型 包括T-90的改进型 那么 这些改进版的T-72和T-90 主要是打先锋 打头阵 参与一些进攻行动 针对步兵战车 包括步兵的这种行进 进行更多的这种掩护 因为先进的主战坦克 战场环境感知能力很强 又具备很强的机动性 火力层面也有优势 可以发挥拳头的作用 那么启用大量的T-54 T-55包括T-62主战坦克 可能主要是作为二线装备 比如说在较为安全的 这种作战环境当中进行使用 它主要是发挥这种装甲 移动炮台的功能和作用 在俄欧军事冲突焦灼之际 美西方在乌克兰周边的军事活动 也在不断强化 俄军的反制措施也越来越激烈 这意味着什么呢 有关重要的确认 感谢友心 想念出来了 Sep October 公м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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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黑海无人机事件来看 未来美西方与俄罗斯的空中博弈 会不会进一步白热化呢 方老师 好的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非常相关的 首先说这个北欧四国组建这个联合空军部队 这里边非常让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这四国各自把自己空中力量的精锐 全部拿出来组成一支联合空中作战部队 而这个作战指挥明眼一看就知道 完全是纳入了北约的作战指挥体系之下 这意味着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 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尚未加入北约的国家 虽然在理论上在这个框架上还没有变成实际的北约国家这样一个身份 但是他的武装力量 特别是最精锐的空中力量 已经直接纳入了北约的作战体系之内 接受北约作战体系的指挥 而且北欧四国这样一个联动抱团取暖 抱团施压 就让俄罗斯在西北的这个战略方向上 面对空中的一个巨大的压力 你就要进行相应的部署来跟我进行对抗 这毫无疑问就将分散 你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 可以用在乌克兰战场上了 这些兵力 这正是人家需要看到的目标啊 好的 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 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